华山基金会民间爱信天使站在地服务一届满十年 服务累积超过两百多位若是长辈 为了感谢地方善事企业常年协助 并行销民间在地农特产 也于桂花圣灵举办十周年感恩茶会 邀请服务的长辈及在地善事义工们同欢 期许爱能延续 我们民间的往来 可以说暂时 当时专举的都很出名 我们民间的往来 可以说在我们专举的专举的专举专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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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举 希望我们全世界来专举的专举的专举 可以来跟我们赌三天 来跟我们专举 免贴也在民间服务我们的独居长辈已经十年了 他一直以来收到各地的 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些农友 一些善事的支持 那今天趁着这个时候 我们的长辈出来玩 然后也想要帮助在地农民来做一个互惠的活动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民间也有很好的农产品 先与黄浩元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对独居老人的照顾 也表示 未来如需协助的地方也会尽全力来服务 有这个机会来跟华山结缘 也是因为站长的关系 那站长也有带我去访试这些长辈 那在这个过程中也觉得相当的温暖 所以我们的团队在今后跟未来的日子里也都会很支持华山 那也希望说站长这边如果有任何需求 需要我们的服务 我们很愿意来乐意协助这些长辈们 那其实这些长辈很多都是在我们单位看不见的 真的很谢谢站长能够这样尽心尽力的付出 这是相当的难得 县远游洪达表示华山基金会十年来热心公益服务三百位长辈 更时常办理多项活动让长辈出来走走运动 也感谢华山基金会长年以来的用心 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响应公益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当然我们民间乡是一个农业乡 真的一个老师大到老长辈 因为我们的农人 我们的年轻人都没办法来给他们看过 可以说看过这个时间较短 所以就照顾到我们基金会 以及我们国团体来给他们做照顾的工作 当然这个年轻人 我们做的服务的个案非常多 我们十年来不单是服务 如果我们百岁的老师大 无所欲归的老师大 当然也可以照着给他们外长的机会 带他们出来老老的走走的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外长辈子和社团 所以说弘达在这里也感谢他们长期对地方的付出 华山基金会成立于民国88年 陆续在全台成立383个爱心天使站 服务内容除了房市及关怀长辈等 更有多项免费的服务 议员们也感谢华山基金会 10年来热心公益 招呼许多的长辈 接着出我们去民间采访报导